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书的作者叫做Bob Buford 这个Buford先生呢 他写的这本书 书的名字叫做Half Time 翻成人生下半场 到了这个书之后呢 我觉得他很有思想 而且他对人生的分析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 他怎么分析呢 这是一个人生大概的情况 他说人生从一开始出生 然后长大一点的工作 工作到人生的半场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的所谓半场 不一定都是一样 有的是五十岁五十五岁 有的是六十岁或者几十岁 他说这人生上半场的那个大目标 就是成就 两个字 achievement 成就 他说到了人生 到了这个半场的时候 也快到退休了 这个到五十岁六十岁了 那么就到了人生下半场的光阴了 他说到这个时候 人回头看一下 过去这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 到一些努力 挣扎 承扎成就的情况 在往前面看 下面的人生下半场 很多人就开始觉得 他们下半场怎样过 他们的光阴怎样过 他们那个大的目标 就不再是成就这两个字 那么下面的目标 他们的生活生命 要注重另外两个字 就是意义 meaning 有没有意义 他们已经努力了半生 到了一个终点 那么在往前面看 人生下半场 不再是 哎呀再多做一点成就 再多有一点功劳 他们是要注重 下面这半场 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怎样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特别是 长久永远的价值 我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 所以我就想 哎呀在这个大的前提思想之下 我就想到了圣经里面 我们大家多半比较熟悉的 一位人物 那就是摩西 我们今天看看摩西 他的生命的几个阶段 摩西在神面前的领受 他一生的遭遇是怎样 而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借境 一个鼓励 我先带大家来读一段圣经 这里圣经说 那时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里 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发老的女儿 使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二十三节 他讲到四十岁 心中起义 去看望他的弟兄 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就护辟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着他的手拯救他们 打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就劝他们和睦 说 你们二位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临舍地把他推开 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殿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南山的旷野 有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好 我们再看第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 这人 就是摩西 这人 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 行了其事神迹 三十七节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这里 十字星传 就把摩西的一生 用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把它说出来 我们读这一段圣经 就等于读了 就约多少篇的圣经 我想我们大半都知道 摩西一生的年岁 是一百二十岁 他活了一百二十岁 但他这个一百二十岁 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刚刚好 每一个阶段是四十年 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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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摩西的生平 我想多半人我们都知道 摩西的小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很惨 因为那个时候 法老逼迫以色列人 法老吩咐埃及的收生婆 以色列人 这夫人生小孩的时候 你们若是看见 是女的 就留她活 若是一个男的 就把她杀死 那个时候很多是被扔在河里面 所以摩西一生下来的 就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怎么样 神的手非常奇妙 这里说 二十节 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很漂亮 一个小孩子 又白又美又漂亮 怎么样呢 在他父亲家里 抚养了三个月 不能再藏了 这是没有被收生婆杀死 在家里面待了三个月 也不能够再隐藏了 我想这里没有细说 但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知道 摩西的母亲很聪明 非常聪明 她就把小婴孩摩西 放在一个葡萄香里面 内外都上了油漆 不漏水 就把它放在尼罗河旁边 河水旁边的芦苇里面 放在那里不久 然后摩西的母亲 还远远地看着 发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 这我们不大懂了 那个时候的情况 发老的女儿 在宫殿里面生活的 难道宫殿里面 还没有洗澡的地方吗 到河边来洗澡 奇妙 我们不懂 这是当时的情况 刚好发老的女儿就来洗澡了 带着她的宫女 我相信 圣经没有说明白 没有明说 我相信 发老的摩西的妈妈 她一定是调查过了 知道发老的女儿 什么时候来 差不多来洗澡 她就按照那个时候 先把小摩西放在那里 她的宫女们 在那河边 芦苇里面发掘 一个小孩子 就拿给发老的女儿看 哎呀 发老的女儿一看 就喜欢 因为摩西是俊美非凡 就是发老女儿很喜欢她 那么就借这个机会 很奇妙 看见摩西的妈妈的聪明 她就安排 摩西的姐姐 Marian 在旁边守候 当她看见发老的女儿 很喜欢摩西的时候 她就跑过去了 说我给你找一个奶妈 来看着小孩子好不好 发老的女儿说 好啊 因为她很喜欢摩西 你先找个奶妈来 这时候摩西的姐姐 就找了妈妈来了 你看看这个安排 多么奇妙 摩西自己真正的母亲 做了她的奶妈 还可以从发老的女儿那里 拿工钱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就看见摩西的妈妈的聪明 智慧 所以第二十二节 就给我们看见 摩西在这个 发老的宫殿里面长大 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他像太子一样长大了 有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待遇 最好的学问 说话 行事都有才能 这么一个青年 二十三节 他讲到四十岁 心中起义 去看望他的弟兄 以色列人 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摩西 他是在发老的宫殿里长大的 出来进去的 一切的工人 石女 都是埃及人 那摩西怎样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 那这里我们又要 佩服 摩西的母亲 圣经没有明说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大概是摩西的母亲 做了他的奶妈 从小抚养他长大 等到他懂事之后 他的母亲大概是教训他 摩西 摩西啊 你今天在这个 法老的宫殿里面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是以色列人 可能他的妈妈把 那个历史 圆圆文维地告诉他 你不要忘记 你不是埃及人 你是以色列人 所以他到四十岁的时候 他心中起义 要去看望他的弟兄 以色列人 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 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他心中起义 要去看望 以色列人 我们都知道 在埃及是做奴隶的 是被人看不起的 埃及人是主人 是做督工的 苦待以色列人 那么这个 摩西在宫殿里面 跪为太子 他这个时候 肯去看望 他的兄弟 以色列人 这是个奴仆 这一点 我们佩服 若是换一个人的话 他就不愿意 暴露 他的身份 他就不愿意 暴露 他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愿意 他心中起义 他虽然是 好像太子一样 但是他愿意去看望 他的兄弟 以色列人 这一群奴隶 好了 到了二十四节 他出去 到了以色列人那里 看见一个什么 一个埃及人 在欺负一个以色列人 呼 这个摩西受不了 他看见一个埃及人 在欺负一个他自己的弟兄 以色列人 他就为了 圣经说 他就为了受欺压的人 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我这么相信 他在宫殿里面 不但是学问 学了很多 他还学了很好的拳脚 功夫 他三拳两脚 就把那个埃及人 打死了 他以为 他这样可以 用他的拳头 来拯救他的百姓 拯救他的同胞 兄弟 二十五节 他以为 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了他的手 打救他们 这是摩西当时的思想 他是要打救他的百姓 他们却不明白 下面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天他又出去了 看到没有 他不是只是一次 从宫殿里面出去 他是不断地出去 他第二天又出去了 这次看见 两个以色列人彼此打架 他在上去 上面去 他去劝他们 说你们两位是弟兄 你们都是以色列人 为什么彼此欺负 二十七节 那个欺负临舍的 一下就把他推开了 你是谁啊 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 做我们的审判官 你今天也要打死我吗 好像你昨天打死埃及人一样吗 这一句话说出来 摩西害怕了 就是说他知道那件事情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 他说他就知道了 他杀死人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要受惩罚 要受审判 所以 二十九节 告诉我们说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甸 米甸 在以色列的东南边 那里多半是个旷野 在那个时候 是旷野 他就寄居在米甸 我们没有时间细讲 他到了那里 结了婚 有了孩子 他就在那里 过这个米甸 旷野的生活 那要我们看看这样一个贵为太子的人 到了米甸那里 他前面这四十年 是在宫殿里面长大 知识 学问 功夫都有 中间这四十年 他逃到了米甸 在那里做牧羊的工作 做了个牧羊人 我们看看是多么的 多么的大的改变 以前他在宫殿里面的太子一样 多少使女 多少佣人 来照顾他 但现在他在米甸的旷野 牧放群羊 他要照顾羊群 羊有了病 他要照顾 有了野兽来 他要和野兽打 保护羊群 他要带领羊群 找那个青草地方 那里就是沙漠地很多 羊 牧羊 生了小羊 他还要照顾 生产 摩西这样一个性情刚烈 性情急迫的人 神不能使用 说两句话 拳头就出来了 这样的人 神不能使用 靠自己的血气之勇的人 神不能使用 但是这个人有牵制 有potential 将来有可能性 被大用 但是在神大用之前 必须受磨练 必须受操练 生命必须改变 所以神就把这个青年有为的 性情刚烈的 摩西 就带到了米店的矿野 在那里 四十年之久 做牧羊的工作 摩西性情很刚烈 很快 很急 我们知道 羊群是慢慢来的 你再怎么样急 他还是慢慢来 摩西要学习忍耐 摩西要学习保护羊群 而且摩西要学习 找青草地 带领羊群 因为神知道 他将来要怎样使用摩西 但是摩西没有到那个程度 必须有好的操练 有好的忍耐 有好的毅力 有好的勇气 所以在这四十年里面 摩西受到操练 受到造就 这里圣经特别说 寄居于米店 就是那还不是他永远的住处 不错 他在那里四十年 也在那里结了婚 有了孩子 但是他还是一个寄居的性质 我们看 现在就到了第三个阶段 过了四十年 在西南山的旷野 有一位天使 从经济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神用了一个最好的办法 来操练摩西 就是叫他放羊 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说 哎呀我说 今天的神学院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在神学院 对年轻传道人的训练中间 也包括牧羊 也包括牧羊的一刻 去牧几个月 一段时间的羊群 将来可以带领教会 带领神的羊 他笑一笑 他说 当然做起来很难 但是这个道理 这个原则是很有道理 训练神的工人 要他去牧放羊群 是好的办法 像摩西这样一个 有为的青年 性情刚烈的青年 两句话就 拳头就出来了 这么一个人 要将来被神大用 最好的办法 就叫他去牧羊 所以 当摩西在旷野 牧放羊群 四十年之后 神大概是 看一看摩西的样子 嗯 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用了 以前那种暴烈 血气之勇的 那个态度过去了 现在知道 怎样忍耐 怎样爱 爱惜羊群 怎样用和睦 忍耐爱惜的办法 来带领众人 于是乎 神就开始了摩西 生命中的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说第三个四十年 那就是第七章第三十四节 七章三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 你来 我要拆你往埃及去 我要拆你往埃及去 再看第三十六节 这人就是摩西 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 行了奇事神迹 在这四十年里面 第三个四十年里面 摩西领受重任 直奔迦南 他前面只有一个目标 迦南地 不管这个难处有多少 我们没有时间细讲 在出埃及之前 就经过那么多的苦难 神用十个灾难 打击埃及 至终法老准他们出来 然后过红海 法老不甘心 又带着兵来追 神拯救他们 神叫摩西举障 神使红海的水分开 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 然后法老跟他的追兵 也追进红海里面 结果摩西再以指账 红海的水 复流又合在一起 法老的军兵都淹死了 神用这么大的奇事 神迹奇事拯救他们 使他们脱离埃及的管辖 脱离为奴之地 在旷野四十年之久 其实我们从实际的地理来看 从埃及的过了红海之后 若是一个人平均走路的话 两三个礼拜就可以走到迦南地 请问大家 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 一直等到进入迦南地 他们用了多少时间呢 四十年 为什么两三个礼拜的路程 他们走到四十年 当然你可以说 他们人很多 男女老幼又有牲畜 很多的动物等等等等 当然是要时间长 对 是比单身一个人走要时间长 但是 假如单身一个人走两三个礼拜 请问加一倍 五六个礼拜可不可以 再加一倍 十个礼拜可不可以 没有 以色列人用了四十年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缘故 以色列人常常抱怨 旷野 有的时候不够水喝 不够东西吃 还有敌人来攻打 还有很多的行路的困难 他们亲眼看见神 用十个大神器 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 拯救出来 这一切都忘记了 忘记了神的恩典 遇见一点生活上的难处 就受不了 就向摩西发怨言 甚至有几次要把摩西打死 要一百八十度转身回到埃及去 圣经有一个地方还说 他们想到了埃及的葱 蒜 韭菜 他们走了多少回头路 兜圈子 所以在旷野一直用了四十年之久 请问大家 你愿不愿意做以色列的首领啊 带领他们啊 我很坦白地告诉大家 我真是情愿不做 那么大的责任 还常常有敌人来攻击 要看过这么多的人 差不多一百万人 蓝尼脑又都算起来 怎样来照顾他们 还是常常发怨言 但是摩西为主尽忠到底 靠着主的恩典 没有水盒给他们水盒 没有东西吃 神降下马拿给他们 我们今天大家也是在 经过旷野进入迦南 我们在这个旷野也常常兜圈子 我们常常也是经历的 这个生命的进展很少 他们在那里都了四十年 我们有的时候 今天信任主五年 十年 二十年 很少的长进 我们比他们也没有好到什么地方 他们在这四十年 多次多次要回到埃及去 我们有多次也愿意再回到世界里面 我们靠着恩典放弃了世界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罪恶 但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去 我们要走回头路 我们抱怨神 当神给我们一点点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抱怨 我们只愿意从神得到好处 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 读这个以色列人的除外记 在旷野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真是痛苦 我们很同情摩西 是谈何容易 但是感谢主 因为神给这个摩西有好的训练 四十年的放羊 牧羊人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神没有给摩西四十年 牧放羊群的这个操练 假如四十年以前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神就呼召他 要他带领以色列人除外记 大家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他可不可以 他要不要做 我想我们都可以想得到 他的态度反应完全不一样的 摩西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刚才念 神向他 在经济的火焰中向他显现 呼召他 我今天派你去 带领以色列人除外记 以色列人的痛苦我都看见了 我要派你去 摩西怎么回答 摩西说我怎么可以啊 我是捉狗奔舌的 我的家也是寂寂无名的 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啊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假如 是四十年以前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神说我差你去带领以色列人除外记 我们大家想想 那个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圣经没有说啊 但是我相信 假如摩西在四十岁年轻的时候 神给他这个差遣 我看他的反应的态度完全不同 他大概会像神这么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交给我 上海话说 我一句话 交给我 我去办 但在他八十岁的时候 他态度完全不同了 他说我主啊主啊 我怎么可以啊 我不行啊 我不会说话 你要我去建法老 神说我要派你的哥哥亚伦 跟你一道去 帮助你 他还是不敢 他的态度完全不同 他完全依靠神 完全不依靠自己 所以能多次去建法老 最终出来 在旷野那么多年 多大的忍耐 两三个礼拜的路程 走了四十年 还在西南山上 接受神的法律 在旷野建造会幕 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好不简单 他在这四十年 可以说是为主尽忠到底 但愿我们大家能够模仿摩西的下半生 人生的下半场 我今天特别要向年长的基督徒说这几句话 我们今天也许是四十多 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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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人生的上半场里面奋斗 努力 至家立业 儿女也长大了 有的也进大学了 有的已经毕业做事了 你的人生下半场 要怎样过 我们刚才说过 上半场是追求成就 但下半场 就是追求意义 我下半场 我人生下半场 这一半 是怎样过 怎样做 最有意义 价值 而且是永远的价值 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时候 借这个机会 鼓励 年长的基督徒 要思考我们人生下半场 那摩西做我们的榜样 他经过了神的带领生长操练 他在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做了对神奇妙忠心的事奉 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经过旷野 一直到约旦河 愿主恩待我们 今天年长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想一想 想一想 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你是不是愿意 靠主的恩典 在下半场里面 在白指干头 更近一步 多爱主 多侍奉主 多服侍教会 多传福音 引领更多人归向神 为主多结果子 也许神带领你 有机会在教会里面 全世界事奉 说不定神带你走这条路 神也许带着你在教会里 你负更多的责任 这个名义 是第二 无论是主的一些教员 校长 或者执事长老等等 这个名义是第二 要紧的是你实实在在 在主的面前的事奉 这个最重要 你现在面临人生的下半场 你前面的事奉怎样走 愿神恩待你 将你的下半场人生 交在主的手中 效仿摩西的榜样 为神尽重 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的大恩典 你今天使用 借着你仆人摩西的见证 你如何保存他的性命 你如何使他长大成人 你也如何在最后使用他 大大的使用他 但愿今天 也求你恩待我们 每一位都有同样的经历 特别是我们年长的 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相信你对于我们每一位 都有你特别的旨意 我们的下半场要怎样活 要怎样用 要怎样更多侍奉你 求你恩待 我们相信很多的 你的儿女们 已经向你做了回应 愿你继续地感动他们 不是只是一时的回应而已 是真是长期的感动 而且实行出来 把今天的感动 也向教会的同工同道们 教会的牧师传导人去分享 我们下面这一半 我们下面这一半 怎样更多有效地侍奉你 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宣教工厂方面 在世界各处 或者在本地 怎样更多侍奉你 更多向你尽忠 像摩西一样 请听我们大家的祷告 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所做的 心中的决定 使我们不但是立志 而且能够行出来 更多为你的国度尽忠 在我们生命下半段的时候 成为你得用的 仆人和使女 请敬听我们的祷告 答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恭敬祈求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